他就是美軍眷社 可是他比較沒有 他比較沒有國軍跟美軍這個互相互動的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這也是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時候的國軍官社的位置都標出來 然後其實現在就是這些位置 可是現在唯一還存在的就是只有 羅將軍的那個故居還存在 像這個就是江衛國啊 然後還有就是江定文的這個故居 其實都已經變成農底社區啊 或建政居樂部就其實都已經不存在 唯一還存在的就是這個 羅將軍的這個官社這樣子 對 然後這張圖就是比較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就是沒有很清楚 但就是其實是串連就是 像上面的話就是三宅後的美軍宿舍嘛 那也是跟建政的就是中美協防的這段歷史 然後跟天母的白屋 然後羅將軍的工具在這邊 就是其實這段歷史是我們想透過這個位置圖 然後其實是可以講很多東西的 對 然後 就是從一個空間的分布 我們就可以來看到說 在士林天母地區這邊就是國軍的這段歷史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因為可能剛才就是比較快速嘛 所以我可以再用一個 因為這個圖是我那時候做的 對 我那時候圖就是就想說那我們就來 就是有像檢疫的圖 就是說日日時期的時候其實是 那個時候就是會有天母教的神社 然後天母溫泉 那時候創辦人是中智仁郎先生 那那個當時候羅將軍護具的這塊地 這邊就是從梁永之先生他的地 對 然後這時候可能樹還是這樣小小的樹 對然後那時候從梁永之先生就是也創辦了局員百貨 然後他可能每天他每天的移動可能就是從就是他 然後到局員百貨 然後是到那時候台灣總督府這樣子 然後 他臉中市議員 他是市議員 對 所以他要去就是總督府這樣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了這個中美協防的時候 對 然後就變成羅將軍坐在這邊 然後當時跟就是 可能這邊就是還有很 還有其他國軍的這邊的官社 然後另外這邊是跟美軍 上面這邊都是美軍的眷社 對 然後就是這個時候的時候是歷史的狀況是這樣子 房子不一樣嗎 房子 欸這是我 我是用現在的圖啦 對就是 跟你剛剛的那個 對 日本人住的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 我的圖我們推測說那塊地址塔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那個時候的照片是怎麼樣 對 他有改正過很多次 對 所以我那個圖我是市議圖啦 就是我找一個 市議圖 對 就是我想說 因為有點混亂 我想說我做了三個 三個階段的圖 讓你們讓大家了解說 喔是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 所以這個 對 就是市議圖 對 所以巨岩百匯也是適應到嗎 對 這是真的啊 這是有長照片 那個時候長這樣子 對對對 啊總督府一次的時候就長這樣子 對 對 欸沒有就在這裡啊 就在隔壁而已 因為現在 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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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右轉出去碰到國愛的那個腳 現在還存在吧 內洞還在 內洞還在 這隻是最近有要怎麼想救舉人擺脫這個 那些是不想救 國泰已經把那個好像讓出去 已經不是他的 所以你把那張圖新的圖放在旁邊不是更好 沒有就是現在 等一下它會下一張 現階段就是長這樣 就是它現在長這樣子 有一個國泰的這個長這樣子 對啊 然後天空白屋還在 可是現在可能那邊其實都蓋了很多豪宅 然後這是現在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鳳頭上 就是有三個階段 就想說讓大家比較清楚我們多想想 對 因為我這時候想說有沒有比較簡易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這邊的演變的狀況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最後比較整理的大概的結論 就是說它其實是整體陽明山軍事文化地景之一 然後它透過這個這個這個將軍官 你其實可以呈現就是在戰後 就是美軍跟國軍在天府這邊的互相駐紮這個歷史 然後也會補足中美協防的這個歷史的貧圖這樣子 對然後也見證了說就是各個族群然後在這邊一起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的一些一些一些運作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比較快速到 這就是比較現在建築物的外觀啊 對 那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沒有 因為它就是沒有沒有被整理 所以其實它的外觀現在看起來會覺得很破舊 但是其實它裡面還蠻多 還蠻多有一些小的小的特色這樣子 對啊 這是我們找到的舊照片 就是現在裡面的狀況 其實那個壁爐再來看到其實是也是 因為它裡面其實融合很多文化 像壁爐就其實是很美式的 就是像臉雲月色也都會有這樣子 對 然後像是這邊的話就是會有這個通風口 通風口也是 通風口好像也是也算是跟 就像美軍說說他們會有這個通風口 對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一個木頭的柱子 跟下面有一個水泥的基座 那這個呢我們也問過一個老師 老師說是比較日式的做法 所以其實這個建築物還蠻混雜 混雜還蠻多種不同文化這樣子 然後的做法 然後 對 然後這邊就是讓大家看一下說 這個是過去的 就是以前左邊是68年的時候 然後右邊是101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樹已經就是長了很多 然後房子就已經看不太清楚 這樣子 對啊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變化 然後跟建築物本身就是跟生態這邊 互通的關係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一些社區活動 我們繼續講嗎 好好好 就是社區活動就是我們有做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對 剛才是文史的部分 然後社區活動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這些事情以來之外 我們就就是試圖以 因為我們的能力就是時間有限 但是我們就盡量能夠以我們的能力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這樣 那可能包含連署啊記者會啊 然後還有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文資 我剛剛講這些資料 我們有去送那個文資審查的 就是希望說他可以指定為普及 或是歷史建物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半年的獎座還要寫身比賽 對 那這是一開始的時候發起的這個 就是搶救的這個記者會 對 然後就是那是應該是事情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是剛才向遠有講說 中間有一次就是國防部自己來 自己來就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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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經過那個流程 然後就來就是砍樹啊破壞樹 對所以這個就是還有那天的報紙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舉辦這個明代的現砍 對 然後那天的話就是 其實蠻多人都已經有來了 然後其實就是大家都有一些 就有一些想法 然後我在這邊這時候開始這樣 然後我在8月20的時候 有開了一個協調會 對 對 然後這間協調會的話就是其實 欸照片上有嗎 這是張曉峯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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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就是盯手中委員 對 然後還有就是這邊和蛇妮預警這樣 那就是我們那天就是 有在 欸就是就是在 對就是開了一個這樣子的協調會 所以那個照標的程序 才稍微停止下來這樣 那這是那天的那個會議 啊 對 對 這是那邊的那天的會議紀錄 對 你們還做那個衣服啊 對 我們做 我們做一件衣服 對 對啊那個T恤 對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在文資審查前 我們有先就是想說我們要先進去一次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看到我剛看到那個房子 其實周圍都是尾牆都尾起來 我們是不能進去的 因為現在這邊所屬地就是還是國防部 所以我們那天在想說要文資審查之前 我們就有先進去看了一次 那天就是找了一些就是很生態類的啊 或是建築類的老師 然後讓他們來看一下說我們到底有什麼可以寫 然後可以提到說關於文資審查的部分 對然後我們提了之後接下來就是文資委員 他們當天有來看查就是變成是文資委員進來看 那來看了之後其實他們都是對這邊 其實他們寫的意見裡面都是覺得說 其實這邊是有保留價值的 所以那天我們也比較確定說 如果以文資委員的看法來上 是覺得其實這邊 不管是像我剛剛講的一些建築物的東西 雖然他們有講到說 雖然說現在建築物本身狀況沒有很好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小的一些元素 其實他們覺得是很特別的 然後也是可以就是有很多 跟就是中美協邦啊什麼什麼這段的歷史 其實他們覺得是很值得保留的這樣 對然後接下來就是文資審議嘛 那文資審議就是 就是我們有在波比聊那邊 然後就是變成是跟委員 就是去跟去報告說 我們覺得這裡哪裡的就是有價值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文資審議會之前的一個記者會 對然後左邊是第一次右邊是第二次 那第二次就是我們有聯合吉他團體 像那個南港瓶蓋工廠啊還有華光啊還有他們 所以我們是有連結在一起 對 然後就是這次在文資審議之前啊 我們有一些就是街頭的連署和導覽活動 那這些就是比較偏向說要怎麼樣 要讓更多的天母的人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就是我們 我們真的是主要是鄉雲還有另外一個 就另外一個夥伴他們是真的是很辛苦 他們真的是每個禮拜天 就在那個天母工廠旁邊 就在那邊擺攤 然後就說欸就請大家來支持 然後有沒有要不要來簽聯署 對啊他們那個時候幾乎是每個禮拜都去 然後我是比較後來晚才加入的 對那後來是有跟著他們去了幾次 對因為其實其實就變成說當你很想要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的時候 你就其實就覺得說 除非真的自己直接下去做之後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辦法 所以就是你會覺得說 應該會覺得說很努力想說 至少我在這邊喊一喊發個產單 然後讓更多經過的人都可以知道 對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就是街頭連署的部分這樣 然後導覽活動的話 就是我們也是就是有網路上的宣傳 然後呢就希望就是講的 導覽內容就是也是比較偏向是可能是 就是關於樹 例如說走到哪裡講說 啊這個樹是什麼樹 然後然後呢再講一些跟天母的過去有關的 對然後比較有趣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說像很多 可能爸媽會帶來小朋友來 對啊那小朋友來就會說啊好想要進去 就是會讓我覺得說啊其實 如果這個地方如果小朋友或是家庭 然後來這裡是可以進去的話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就是就會覺得說他們透過他們很直接的想法 他們就可能就直接說啊好想進去看看 然後為什麼不能進去 對啊然後我們就會說 就是我們還在努力啊就是希望大家之後 就是希望大家之後其實是有機會可以進去裡面 有些活動的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我們也是透過導覽啊 比較是希望說再擴散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剛不是說可以進去就是摘荔枝嗎 對摘荔枝那應該是以前對不對 小時候 小時候 對而且是以前的荔枝是在圍牆旁邊 對啊是後來變成大概什麼時候就 因為這邊其實後來最主要是那個圍牆邊 然後那時候樹比較多 而且旁邊當初是鄰居宿舍 所以他牆他要他們要去摘其實很容易 對那因為現在整個也長高了 對樹也長高了 對就比較不容易這樣 所以其實他也是沒有進去摘荔枝 對他是在圍牆外的 所以大家都是在 要不然將軍住在裡面去 跑去裡面才很奇怪 對 因為以前還小 所以舒服下班 有時候有記憶 家裡就有記憶 對啊然後我們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有放了這個兒童寫生比賽 這也是我們希望說透過他們 雖然還不能進去嘛 可是他們透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稍微設計一個題目 就是說他們想像希望你會在裡面做什麼 然後你看結果他們就有人畫很多樹嘛 你看這就是那個房子 小的小的房子旁邊對啊 他們就說我們喜歡可以在那邊吃飯 然後另外一個說 他們想覺得可以有樹屋 對啊我們就覺得哇 就如果說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可以達成的話 會是一件就是很好的事情 對啊是當天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對 然後活動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這邊夏美你要先講嗎 我先講 好那因為我想最後的話 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在這段時間的一個學習看到的東西 那我想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房地產消費文史 生態的資源已經非常的擺明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們就是說為了要達到自己要賺錢的一個目的 所以他就枉顧一些道德良知 反正就全部都弄平了 然後呢這些這麼大一塊地本來是附近的居民是共享 那結果你弄掉了之後裡面只住三四戶 然後而且圍牆 因為現在天母的房子全部都豪宅都是城堡式的建築 所以呢以往我們這樣走過去以前是一排樹 然後在以前的天母 我們往天母公園的路上 你知道嗎 它的水溝是沒有水溝蓋 它的水溝是怎樣 是像在山上一樣的山中 對是溪建 而且是有長草的溪建 然後旁邊都是一排是尤加利樹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像說整排的尤加利樹 因為那個豪宅全部砍掉 全部砍掉 然後就蓋了這麼大的一棟豪宅 然後結果可能就有費用住在裡面 然後你也讓那邊的房地產整個翻了好幾倍 那你現在住在天母的人 老天母的人他們不敢賣房子 因為他們說他賣掉他買不回來 然後呢 想要搬回天母住的子女買不起房子 可是他們很想回來天母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那我隨便覺得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也帶動一些惡性循環 就是說商家的出走也跟這有關 因為你房價一漲房租就會漲 就也很奇怪 你就租不出去了啊 店家也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硬要把房租弄那麼高 讓他活不下去 然後你房子空在那邊一年租不出去 然後隨便變成中山北部 本來之前非常繁榮 現在是一片死雞 然後就已經沒有什麼人氣了 說實在的 那雖然說大家思規就說 可能是因為捷運沒到 可是對不起 當初天母很繁華的時候 沒有捷運喔 交通非常不方便 你為什麼那麼願意來 那是因為當初有異國風情 因為白湖都在 地景都在 自然環境都在 所以大家來那個地方是體驗一個氛圍 然後可是現在都不在我來幹嘛 而且要坐那麼遠的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政府在國土文化的這個版本 因為這個